高雄有女子开车上班 却遭到其他驾驶疯狂逼车 当时女子经过国道10号时 前方的车辆疑似占用两线道 她闪灯示意之后开始超车 没有想到对方却开始沿路狂按喇叭 还一路跟在她后面追了7到8公里 危险情境曝光之后 警方也将通知当事人到岸进一步厘清 狂按喇叭后方黑色轿车 在国道上一路猛追 管她是不是桃花线 左右飘移翔要抄前还不断闪大灯 挑衅意味浓后下了闸道 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在一般道路上跟紧紧 甩尾转弯样样来 直到一出路口驾驶上前一度怒骂后 踩散去惊险过程将近10分钟 她第一段就站了两线道 她在线东间这样 有反差灯自立划其他浪路给我 等她再往前之后 11号早上6点多 当时女子开车上班 行进国道10号准备下脆滑渣道 往左营方向 没想到途中却疑似因为闪灯失忆 让一旁车辆驾驶很不满 进而衍生行车纠纷 沿路从后方按喇叭狂追7.8公里 跟她硬碰硬没办法 现在人的情绪可能都比较糟 就是开到警察局 尽管没接获报案 但变换车道没打方向等等 危险行径曝光 警方现在也要查 将通知黑色自小克驾驶道案说明 并针对交通违规或违法情势 依法事单取发 有没有其他处法疑虑还得离亲 只是行车周分直接在国道上上演追逐戏马 这恐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接着请不吝点赞告